大家好 2020年的9月13号 现在是早晨的6点18分啊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聊聊川普总统 最近的外交上的斩获 外交上的胜利 外交的成绩啊 最近打了一个组合拳 主要的功臣啊 直接的操盘手 应该是川普总统的 东床快叙啊 成叫什么 成龙快叙啊 库什纳 这位犹太小伙子啊 也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伊万卡川普的老公 因为呢 他有犹太人的 这个血统 这个背景啊 所以呢 他穿梭在以色列 和海湾地区的 富裕的 这个什叶派的 阿拉伯国家之间啊 穿真引线 并且 做成事了 取得了成果 首先是阿联酋啊 大陆呢 翻译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这个台湾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 我们常说的迪拜啊 是最有名的 台湾叫杜拜啊 这个 他的首都是阿布扎比 台湾叫阿布达比啊 他呢 这个是七个小国组成的 阿联酋啊 叫尤海七真啊 有迪拜 阿布扎比 这个乌姆盖万 富查伊拉 哈伊马角啊 还有什么阿之万 叫什么 我大概知道五个到六个啊 老实差一点 这个阿联酋 实业派的啊 他当然他本国 逊尼派 当然他本国也有一定数量的 呃 实业派 这个阿联酋内部 包括沙特 包括这个巴林和卡塔尔 内部的实业派 他们的心都向着伊朗 所以呢 为了抗衡伊朗 那么他们其实需要以色列 在中东地区啊 能够把伊朗打疼的 只有以色列 剩下谁都对付不了伊朗 伊朗呢 虽然落后 但伊朗呢 是个大块头 国土面积大 人口多 军队数量也多 最近伊朗的一些港口设施 包括军舰兵营等等啊 遭到了不明的空中打击 对吧 伊朗只能吃个哑巴亏 我个人呢 倾向于认为 这些袭击 很可能不是直接来自美军 而是来自美国 在中东最坚强的盟友 以色列 所以 这个火候到了啊 这个时机成熟了 这些阿拉伯国家也看明白了 必须跟以色列加强关系了 是吧 伊朗呢 已经进一步的被削弱了 而且由于长期的几十年以来持续的整个西方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在今后啊 可以预见的一个时间段内 除非他的政策彻底的改弦更张 否则伊朗会继续的衰弱下去 另外 以色列也确确实实展现了他的实力 他的军事能力啊 所以 在这个库什纳的斡旋之下 先是阿联酋啊 跟以色列建交 并且将来的首都要设在耶路撒冷 国际社会吧 有一部分国家就认可以色列首都是特拉维夫 这个大概十年前吧 我就跟在北京的以色列人产生过小小的争论啊 我也认识几个在北京的以色列人 我说你们的首都是特拉维夫 他们就相当的不高兴 说是那个Jula Salon 就是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很重要啊 三大宗教的圣城啊 伊斯兰教第一圣城麦加 第二圣城麦蒂娜 第三就是耶路撒冷 是吧 那对犹太教更重要 是吧 另外基督教 还有东正教 这其实是四大宗教啊 有人说是三大宗教 实际上是四大宗教的圣城 都是耶路撒冷 那么随着美国 美国是去年还是前年啊 具体时间段我忘了 川普下令把美国大使馆 正式的搬迈到了耶路撒冷 他起到了一个很典型的示范作用 带头作用 引领作用啊 所以首先是阿联酋啊 阿联酋国家 呃面积也不太大 人口也不太多啊 国防力量也不太强 所以他首先啊 这个另外呢 他比较世俗化啊 像我原来坐这个阿联酋航空的这个飞机啊 就曾经在迪拜啊 中转啊 没有进到阿联酋国家内的机场 就中转 就发现了这个国家还是世俗化程度很高的 他不是那种特别的典型的严格的 那种不尽人情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啊 那么这是川普的一个外交胜利 那么紧接着巴林又跟以色列建交了 巴林呢和卡塔尔科威特这仨国家 他们体量更小 体量更小 这个中东的富裕的产油国啊 有一个组织叫海河会 就叫海湾合作委员会 老大啊 毋庸置疑沙特啊 甚至其他国家出现了一些动乱 沙特都会派兵 沙特派兵会干涉这些国家啊 老二应该就是阿联酋啊 老三应该是阿曼 其次这仨就小了 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 都非常小 但是 人均财富啊 更加富裕 然后呢 这两个国家建交之后 现在 这个川普又取得了一个外交胜利 就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叫西比尔维亚 塞尔维亚我始终觉得这个名字 跟这个中国北方的或者叫整个西伯利亚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西伯族 我始终觉得这个塞尔维亚就是西伯的意思 塞尔维亚就是西伯利亚 就是显卑利亚啊 西伯利亚有人说就是显卑啊 显卑的直系后裔就是中国的西伯族啊 有可能有一部分啊 反正是游牧民族嘛 到了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 变成了今天的塞尔维亚啊 因为塞尔维亚隔壁的保加利亚 就是东方人 大概他们的源头 就是今天的蒙古高原的鄂尔混合啊 保加利亚过去叫布里尔尔 也叫保加尔啊 在俄罗斯 现在叫巴士基尔 然后有一部分南下 和当地斯拉夫人融合 形成了现在的保加利亚国家啊 大概是这个状况 那么塞尔维亚呢 一直是俄罗斯的铁杆盟友 铁杆小兄弟啊 铁杆安打 铁杆把兄弟 依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是萨拉热窝事件啊 一个塞尔维亚青年 叫普林西坡 他刺杀了奥区的王储 菲蒂南大公 是吧 然后奥区呢 威胁塞尔维亚 向塞尔维亚宣战 那么呢 俄罗斯就出来 替他的兄弟 塞尔维亚 拔撞 北京话叫拔撞 或者叫拔创 是吧 你敢打我兄弟 我就出来了 是吧 我替我兄弟撑腰 然后呢 德国呢 又替他的兄弟 奥区帝国撑腰 是吧 然后就向这个 俄国宣战 然后呢 俄国的盟友 法国啊 包括后来的英国 又向德国宣战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起来了 所以这个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好 一直是俄罗斯 在巴尔干地区的桥头堡 其次中国大陆 这个红色中国 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力 也不可小觑 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塞尔维亚的一个钢铁厂 几千个员工 前几年经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然后被中国唐山的 河北唐山的一个钢铁厂给兼并了 现在看起来效益还不错 然后厂里的工人的就业 也在恢复当中啊 效益在改善当中 所以呢 这次塞尔维亚啊 塞尔维亚又到白宫啊 当着川普的面啊 川普吧 有点好大喜功 喜欢嘚瑟啊 喜欢高调啊 喜欢啊 这个展示 喜欢秀是吧 那么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啊 塞尔维亚的总统 应该叫武器齐啊 南斯拉夫都叫什么什么围棋 是吧 都是夏围棋的高手啊 这个什么 米洛舍维齐啊 伊泽特贝哥维齐啊 卡拉基齐 这个总统叫武器齐 然后他和谁呢 和塞尔和这个科索沃 科索沃对塞尔维亚来说 他根本就不愿意放弃 大概在600多年前 就在科索沃平原的原野上 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 和塞尔维亚的军队 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决战 当时塞尔维亚的国王都阵亡了 从此塞尔维亚失去了独立地位 失去了独立地位啊 被奥斯曼奴役统治了几百年 所以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 科索沃就是他们的家园 只不过呢 随着土耳其人的到来 随着塞尔维亚人的战败 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 慢慢慢慢往北迁徙 那么阿尔巴尼亚人 慢慢的大量的进入了科索沃 为什么呢 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有一部分 还是信天主教 有很大一部分改信了伊斯兰教 也就是伊斯兰登涅 变成了Muslims 变成了穆斯林 于是土耳其人就鼓励 默许 容忍阿尔巴尼亚人 往这个科索沃移民 现在呢 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族 至少占了80% 塞尔维亚人 顶多20% 而且还在不断的减少当中 所以呢 也打了一个科索沃战争嘛 大家都知道啊 北约 这个打这个空袭吧 地面部队应该是没出动 空袭塞尔维亚 所以呢 科索沃也借机会独立了 当然目前 科索沃如果彻底的和阿尔巴尼亚合并 组建一个所谓的大阿尔巴尼亚 看起来机会也不大啊 机率也不高 但是 塞尔维亚已经变得很小了 因为过去南斯拉夫的时候 塞尔维亚就是核心啊 现在 它两个自治省 南边自治省叫科索沃 已经事实上独立了 很多国家也承认了 包括美国在内 北边还有一个自治省 叫福伊福丁纳 那个首府叫诺维萨德啊 科索沃的首府应该叫普利什地纳 那么对于塞尔维亚来说 他也害怕有连锁反应 多米诺骨牌效应 他也害怕 那个自治省匈牙利人居多 当然目前看 应该没有太大的机会独立出去 所以呢 塞尔维亚又是惹不起美国 所以他跟科索沃签了一个经济协议 但是最终有可能他正式的承认 科索沃独立拥有主权 好吧 我们不说太多了啊 就是大选前川普总统 川普的团队还是挺给力的啊 这个对川普的连任 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谢谢大家 请大家订阅北京坎爷的频道啊 北京坎爷 坎天下大势 谢谢